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海的南京东路 大家来到上海旅游肯定要来南京东路 为啥呢 因为这条路走到头就是外滩 外滩和南京东路的交叉口这里有一个建筑 这个建筑被称作上海活力史是啥呢 就在我的身后 非常漂亮 非常气派 是和平饭店 这个和平饭店以前叫做华宝饭店 是1929年所建 由谁建的来 犹太人维克多沙训 当时建好以后叫做沙训大厦 可以说是上海最高的楼 十丛楼高 十丛楼在当年就是上海第一高楼 它为啥说是上海活力史呢 就是因为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老上海的样子 在这一百多年的历史当中 这里也经出过战争的洗礼 据说当年有一颗炸弹 就在它这个正门口爆炸了 今天阿星就带大家探一探和平饭店 咱分三方面 一个就是酒店环境 还有住房环境 还有一个就是在它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绝世乐酒吧 小酌几杯听听绝世乐 再有就是一定要吃了 它顶楼有个西餐厅 咱尝尝西餐 走着 今天这衣服穿得不够正式 应该打扮得跟许文强一样 来这个地方 我的身后就是外滩 可以欣赏漂亮的黄埔江 这里转过来呢 这就写着 沙训大厦 这就是和平饭店的正式 这上锁了 其实估计是不营业 算了 开玩笑 这为啥锁住 就是因为这个门一打开 正面的就是黄埔江 风水不好 据说开开以后 财就顺着黄埔江流走了 所以说它是常年紧闭的 现在这个正门就在南京东路上 这里和平饭店 这个酒店一进来 大厅虽然不大 但是非常豪华 尤其八角形的绿顶 这里就是一个和平哥 四周是银制的版画 这个酒店有很多名流 明星也来过这里 像政治上面 还有艺术方面 包括鲁迅 还有卓碧林 这个小小的长长一排过去 有很多电影的海报 很多经典的电影 也在这里取景 因为这实在是太好看了 在一楼茉莉酒廊 吃早饭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钢琴 是个古董钢琴 曾经这喜剧大师卓碧林先生还弹过 真想摸一下 摸一下是不是值好几百块钱 但是人家写着 古董钢琴请勿出摸 闻闻可以了 味真香 为啥叫活历史呢 人家这酒店里头都有一个和平饭店博物馆 就在这二楼 走 咱得看看 来到这里 这里就是客房了 这个灯过去 感觉跟穿越了一样 非常好看 咱住的是702 听说703以前的华罗庚在这住过 我住的这个是个小套房 它这个酒店最好的套房是九国套房 但是为啥咱没住 就是因为 太贵了 这里一进来是一个衣帽间 这也没啥看的 空间还可以 能放东西 这里有一个四角浴缸 非常老派 具有老上海的气息 但是太大了 太泡化了 像阿星这汉鸭子都不敢进去游柜上 怕淹死 这个酒店非常的切心 在这个小小的走廊尽头 还有一个泡菜坛子 在大家疲惫的旅途当中 还能增添点手工泡菜的乐趣 这里还有一个咖啡机 迷你小吧台 可以喝点咖啡 这里还有一个必备的小冰箱 打开以后里面有可乐各种饮料 但是千万不要喝 为啥 这一瓶有55啊 不过这个欢迎水果和红酒还是免费的 很贴心 这个看着像衣柜的东西 它不是衣柜 它是啥呢 电视机 这个看着像音箱的设备是啥呢 它就是音箱 还是BOSS的 好牌子 放的还是老上海的音乐 坐在精致的办公桌上办公 不管是剪片子还是搞创作 心情都不一样了 然后我突然感觉到 好像隔着墙那边花落羹 咱能算一加一等于几 现在二星就来到了绝食月酒吧 现在是6点半 它是7点钟开始 咱就等一会 为了定这个位置 我是提前好几天定了 就看这个演出 它这个演出特别有意思 是老年绝世乐团来演奏的 有多老呢 平均80岁的老爷爷 有人这么说 来到这听这个演出 就感觉到好像是 大胎旧上海的一张船票 整整整一下 大概人吃了一点饭饭 今天晚上吃饭 怎么会有好朋友 很热的 拥捏 有一个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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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不讨论 我有一个派子 没有一个派子 没有再一顶 有一个派子 这片是开心一些在寸体 cash 这片是开心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听完这些老克勒大爷的绝世乐演出 心情下变得非常愉悦 咱来到了位于酒楼的华茂西餐厅 它这个西餐厅有2到3到4到5到的西餐 现在只剩4到10和5到10了 我点了一个4到10 如果天气好的情况下 还可以上露台上 在露台上吃饭 但是今天的瓜大风 咱就不去了 咱先尝尝开胃菜 这个是北海道袋子 本来想切开吃 但是这太小了 就一口闷 油煎的 有点胡椒味 袋子的鲜味我觉得不足 但是胡椒味还挺重的 就有点少了 这一下子俩就没了 阿星吃的面包 咱西餐人 坐上来个夹馍 把酸菜往里夹 这才够味 这叉子都不好使 拿个筷子 这就叫酸菜夹馍 刚好是新鲜虾头熬制出来的 虾头熬制的 对 因为虾身的话熬不出来是什么 不是 挺香的 这个汤是虾壳熬的汤 里头有尊鱼籽 还有虾肉 还有一些虾油 底下我看到好像是香菇 这个有点意思 是黄瓜卷里头夹的是虾肉 再来一口 汤头特别浓 有点发甜 还是上海人的口味 一喝这个汤我就感觉到 它这个西餐也是偏向中国人口味的西餐 把它蘸点面包吃 要不然把这么浓的汤都可惜了 刚才咱吃起来夹馍 现在要叠个泡馍 这才美是吧 这汤泡馍绝了 再尝这个主菜是炭烤和牛的里肌 这个牛里肌实在是太小了 但是看这汁水还挺多的 要的是个七分熟 虽然肉不多 很小一块 但是看这个肉质还挺好的 蘸点黑松露汁 味道还行 来点胡椒 这是最后一个了 甜点 反正这小哥说啥我也没记清楚 这个就是冰淇淋 这个就是蛋糕 尝尝 看着还挺精致的 不知道味道咋样 这个应该是巧克力 太甜了 这个巧克力奶油还不错 特别香 再尝一下这个冰淇淋 他家的菜一道一道吃下来 感觉确实还挺精致的 冰淇淋瓦上去 这个感觉就是奶油特别浓 我看这道菜应该给我来俩冰淇淋 不应该给我来这个蛋糕 这个冰淇淋太少了 吃不够啊 站在百年历史的和平饭店顶楼 看着外滩上这些万国建筑群 我心中突然想到一句话 就是看中国历史 2000年咱到西安 1000年咱去北京 100年来哪就来上海 今天入住和平饭店 我这个体验心情是非常的愉悦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 不是西餐厅的味道 也不是我入住的房间 那是啥呢 就是酒吧里头这些80多岁的老爷爷 弹奏的老上海的爵士业 还有整个酒店这种氛围 让你感觉到就是上海的一种气质 是啥呢 俩字 阳气 唯独有一个不好的 就是 这个家干嘛 还是老贵来 好 那就这样